繼續新聞時間 郵輪假期博覽開放給公眾參觀 有不少參展商提供優惠吸引旅客 有旅行社就說 只有少數的郵輪安排在啟德郵輪碼頭出發 顯示業界仍然擔心碼頭的配套不夠 博覽在啟德郵輪碼頭舉行 不少人早上9點多已經排隊等入場 展覽有17間國際郵輪營運商 及大約30間本地旅行社參展 這個地中海14日郵輪團 包機票及船票大約6000元 即場報名還會有優惠 而這個土耳其及希臘的12日團 單是計船票1900元就有交易 不過出發去當地的機票就零計 配合一下價錢 我們報了之前和現在的價錢 早上我們遲少來這裡報 原來值得很多 不過在這個展覽推銷的大部分郵輪團 都不是在啟德郵輪碼頭出發 有旅行社說這樣顯示業界對碼頭的配套 仍然沒有信心 那麼多船公司在這裡 它在這個郵輪出發的其實是佔很少數 我相信是都要看回這裡的配套 還有船公司有很多都還是擔心 它一艘船來到幾千客 在很短時間要出去尖沙去銅鑼環 在交通上面那個流暢度可否支配得到 這是一個他們很大的考慮 有旅行社說 以往只是有個別的郵輪公司 自己在酒店開郵輪展覽 好像今次這麼大型 而有公開的郵輪博覽都算是第一次 再加上深碼頭開放了這個天台花園 他們說可以吸引市民來參觀之餘 順便下去看一看展覽 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盈報導